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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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喜欢Zen 空间感 冷冷净净的感 可是我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museum裡面 一个家具店里面 我没有办法 我要生活在一个 这是我的故事 this is the way I live my life 不是为了要能够摄影很漂亮 能够干干净净的 我上次我们那个 那个蔡明敏设计的时候 我们楼上 我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 concert的一个办公室 对办公室的设计 那是我十五年前的想法 我跟设计师讲说 你不要现在来照相 现在来照相很漂亮 可以在这儿 哇 好美哦 我说你一天以后 两年以后再来照一次 我那个照相才是我 真正你设计的结果 因为你设计以后 我这边会这样的放这个东西 我这边会堆着这种 我生活上需要的东西 或者我的文件 往这边堆在这边 你才感觉 原来他们生活工作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再了解 我现在设计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东西 考虑在这里面 对不对 而且你读者来看的时候 觉得哇 这才是真正的办公室 这不是一个为了 干干净净的 卖家具的那种的照片 有没有看到太多 设计设计的家具 每个家人 通常卖家具的照片 那是卖家具的照片 因为没有任何的故事在里面 没有生命 没有他喜欢看的书 他喜欢看的什么 什么唱片 CD放到那边 我如果要去照 不要看你最心爱的CD是什么 你最近看哪几本书 往床边放 往这边放 让我来照一张照片 那是个live的照片 那我们觉得那种不好 那不整齐 因为放在这边 要空间感 我说这就是一个过程 我们如何让人了解到 它设计 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 那更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让 让设计 可以使更多的年轻的人会喜欢 因为我相信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人类最基本的 一个生存里面 所需要的一个元素 喜欢新东西 OK 因为这样我们才evolve 我们才evolve 要么就不要演化了 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 它就会有好奇感 它对美的东西 对有些从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它会特别的去吸引它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 让更多的年轻人 他知道说 永远永远不是 你负担不负担得了 而是你的先后次序在哪里 你如果先后次序是在于说 我要买一个 很有感觉的一个茶杯好了 这是我的先后次序 OK 我的先后次序不是我要一套 12个有客人来说 马上可以用 因为我有家了 不是你的先后次序 我要买一个很好 那我就建议年轻人 你先把买一套 12个杯子的钱 去买一个好好的一个杯子 或买两个 你两个人住的话 买两个人 那我们准备花六年的时间 每年买两个杯子 六年的时间 我们累积一个12个瓶子 12个杯子 就那个杯子 每一只都在一年里买了两只杯子 你会非常珍惜那一年 那六年以后 你该有的通通就会累积起来了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